- 夏天白昼- 明知的紅豆一口晴天了全一感受- 有風經過- 海面上吃出樹耳- 帶走你夢裡的忐忑 - 可受的 - 終於! - 十秒公司100在他地底十六七 - 歷史了,不好意思 - 合作大概三個星期了吧? - 有三個星期了? - 真的,吃到它真的太不容易了 - 我們今天的奶茶是最近新開的植錫 - 哇,這個杯子真的很好看 - 中柳月的火過來的 - 火過來的 - 來,我們先試吃我們今天的主湯吧 - 芝頭台,它的香蕉咖哩 - 它也配這個 - 這個Sauce - 沒有吧,應該是 - 看這個像沒有 - 有一點像Spicy Mayo - 欸,這是什麼? - 這是菜嗎? - 炸菜嗎? - 炸菜 - 那好像是卡拉丁牛啊 - 它炸的稍微有一點點老 - 它的味道,從你來說還是不錯的 - 應該剛剛炸出來會很好吃 -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條有一點 - KMC的薯條味道 - 很美式的炸法 - 它這個就是很美式的 - 這是什麼?這菜嗎? - 我覺得是卡拉丁牛 - 就是辣椒 - 不辣啊 - 還是不錯吧,我覺得 - 然後它這個炸的這種吃卡拉丁牛 - 我覺得也沒有很辣 - 酸酸酸酸酸的 - 蠻開胃的我覺得 - 我覺得它就是有點中和掉了 - 它的炸的會有點液的感覺 - 對,有點酸酸 - 這個我應該會給一個6.5 - 我給個7分 -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愛吃炸的東西的人 -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炸的就是 - 讓我有一種空間的味道 - 因為它就是很麥當勞肯德基那種炸法 - 特別是國內的那種麥當勞肯德基 - 但它又不是土豆,它裡面是魷魚 - 所以我覺得味道上來說還蠻有層次感的 - 特別說它這個卡拉丁牛我覺得酸酸的也不是特別辣 - 而且它這個spice mayo,它也是酸酸的 - 所以我第一次吃到這樣子的sauce - 嗯,對,你認真嘗一下它的 - 有一點點那個habanero的sauce的味道 - 吃起來很像hanimasu - 但我應該會覺得6.5吧 - 它這份量的確是沒有太少 - 它這13塊錢就沒有幾天 - 就平面的,就這個盒子平面的 - 還沒有鋪滿吧,就是上面寥寥幾塊 - 性價比稍微 - 我們三個人一人兩商品就沒了 - 就打開那一顆,我心想這難道沒有人吃過嗎 - 辣椒肉 - 辣椒肉吧,先辣椒肉 - 先辣椒肉 - 因為那個吃起來比較狼狽 - 因為那個吃起來比較狼狽 - 有點軟掉了 - 這個我覺得不需要評價吧,我覺得都一樣 - 原來這個portion還是蠻大的 - 就是辣椒肉 - 辣椒肉 - 裡面看起來 - 它這個size - 因為我們上次去KipCo吃的那個還要大的感覺 - 它有一點點檸檬的香氣喔 - 我嚐到了 - 聞到了吧 - 妳嚐到了 - 它是冷的耶,它不是熱的 - 它應該是那種龍蝦沙拉的那種 - 好鹹喔 - 可是它是有sauce的原因 - 這有點偏鹹 - 可能sauce放多了 - 它這個味道沒有我吃過其他的,它不是肉好吃 - 它這種不同的style - 因為我們應該是喜歡吃那種熱的 - 然後是butter做的那種會比較 - 我感覺龍蝦沒有很新鮮 - 對,但是我覺得它的麵包還挺好吃的 - 它麵包脆脆的 - 嗯 - 我還是喜歡吃熱的比較好 - 我也想吃熱的 - 它這個,它這個多少錢還要25 - 25對 - 但我覺得它這個味道那麼重 - 是不是想要掩蓋它龍蝦不新鮮 - 都是它送的味道都吃不大到它龍蝦那種鮮甜味 - 但我們之前吃的那種就是完全就是龍蝦自己的鮮甜味 - 其實你看它這裡,它這裡有的龍蝦的肉質 - 就其實可以看得出來是還蠻老的 - 好像是冷凍的那種龍蝦肉 - 你是混了誰呢 - 這個我可能最多給個五分吧 - 性價比不高,然後味道也不怎麼樣 - 滿口都是它這個sauce的味道 - 其他的味道怎麼都尝不出來 - 我可能也只會給個四分,因為對我來說有點鹹 - 它這個sauce偏鹹,然後很重味 - 又不是很熱,就是我喜歡吃熱的,然後 - 它這個麵包,就是因為它冷 - 所以它這個麵包體的那個黃油味 - 我也沒有嘗著很出來 - 所以我覺得還是熱的會比較好吃 - 我不會回購 - 我覺得我也是幾分遠的思考 - 因為我覺得我吃海鮮就是想要吃那種鮮甜的味道 - 對,吃海鮮的味道 - 對,但是它這,我不知道我在吃了 - 吃不出龍蝦的味道吧 - 只能吃得出它這個醬料的味道 - 然後龍蝦肉有點偏老 - 你就算喜歡吃冷的那種烙烙肉 - 也不會覺得這個有多好吃 - 我先嚐一個 - 沒關係,這個很貴啊 - 還蠻creamy的 - 就一般的 - 就不是一般,就是我 - 因為我沒有怎麼喝過Coin Chowder - 所以我覺得它的味道就很... -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- 一般方法 - 也不能說好,拿的時候也沒有說好 - 它裡面的creams倒是挺新鮮 - 但是我覺得味道上來說一般般 - 並沒有很驚豔 - 不難喝吧,六分 - 就這樣 - 我可能這個會比較高分一點 - 給它七分吧 - 就如果你去吃,你看到 - 你點它,OK - 但如果你特地去餵了它這碗東西的話 - 它就會有什麼 - 不知道 - 點它這六分的 - 因為它也沒有過多的那種很特別的味道 - 它就是一碗 - 我覺得唯一我給它七分的原因就是 - 它的cream是新鮮的,很鮮甜 - 它的cream的肉 - 其實我覺得這一二三四五 - 五個這邊多少錢六十塊 - 六十幾 - 六十幾,就說這一個大概十幾塊錢 - 懂你 - 吃玉米也沒有味道 - 你為什麼先吃玉米啊 - 因為安心 - 它就玉米一點,玉米也會這麼驚豔 - 我覺得是不是要把這個沾點它的這個button的這個sauce - 它的肉味 - 我覺得它這個完全不新鮮 - 可是它這個不是本來就是 - 就是 - 就算是冷凍的 - 怎麼說呢 - 它這個肉完全都沒有彈性 - 也不甜 - 你看它的肉都是乾巴巴 - 就是我半年整半年我吃不出什麼味道 - 不知道該如何評價它耶 - 不管是不是很甜喔 - 它們既然開餐廳專門就是賣這種手抓海鮮的 - 它們有 - 就是弄得有好吃的特色才行 -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flavor的問題 - 要很仔細很仔細的才能嘗出一點點蟹肉的味道 - 但是也不是很鮮甜 - 但是也不是很鮮甜 - 然後我剛剛還特地去張了一下它這個sauce - 還是沒什麼味道 - 就是乾巴巴的 - 完全沒有彈性的肉 - 但是又不想浪費 - 因為一份就十幾塊錢 - 好用的 - 會啊 - 我覺得老天爺爺 - 讓我們揮持了幾週 - 錄Shaking Crab - 是有它的意思 - 就是想讓我們吃一點 - 感受到 - 折磨嘛 - 你是光世音派下來折磨我的嗎 - 就是我現在 - 也不是說折磨啦 - 它沒有說難吃 - 但是花那麼多錢 - 我為什麼要吃它 - 對呀 - 我覺得它這雪蟹 - 我頂多給個五分吧 - 因為真的就是四根子沒有味道 - 然後它的肉汁也不新鮮 - 這還是Boss的三家 - 那個評分最高的一家 - 啊是嗎 - 是嗎 - 而且它這些sauce - 其實也沒有什麼 - 很特別的地方 - 沒有什麼味道 - 它這個 - 這是什麼 - 芭蕾 - 就是butter - 跟garlic - 就一點點鹹 - 我嘗不出 - 就吃不到那個 - 芭蕾的那種奶香味 - 也沒有耶 - 就蒜頭的味道比較重 - 對 蒜頭的味道比較重 - 四分吧 - 反正沒有下一次 - 我覺得這個價格會怎麼給它吃 - 我覺得我第一次去吃的時候還行 - 不知道我最近好像 - 你有去吃過嗎 - 吃過啊 - 現價比海底的 - 對啊 - 可能之前 - 如果這一破賣30幾的話 - 我覺得還是可以 - 對 二三十 - 喔之前就是差不多這個價格啊 - 為什麼我們每次 - 帶東西回來都是在車上說 - 好香好香 - 對 然後回來的時候就 - 弱差有點大 - 你跟你講一下是這段 - 我把牙齒吃崩了 - 我覺得我真的還是學虧 - 這個不錯 - 我留這個 - 嗯 - 我那個沒有味道 - 為什麼呢 - 應該說不錯 - 一個沒有味道 - 先吃它的 - 這 - 這也太 - 太小了吧 - 可是現在是跟發育不良一樣 - 這個貓手 - 這味道還行啊 - 裡面的肉 - 哇 - 這也太誇張了吧 - 對 - 這才 - 哇 你看這個 - 又掉了 - 就這麼直接肉 - 這樣子半隻喔 - 這樣子半隻喔 - 這是不是發育不良的 - 龍蝦 - 這是龍蝦打的啦 - 半隻 - 這是小龍蝦 - 對啊 這小龍蝦 - 這是小龍蝦 - 這是小龍蝦 - To be honest - 我平時買的老虎蝦比它肉多 - 而且它的肉閃閃的 - 不是肉汁不行 - 百名是不新鮮的 - 在波士頓吃波士頓龍蝦 - 我第一次吃到這麼老肉 - 它的肉是散的 - 這一盤這一個也是60幾嗎 - 這個66吧 - 這個應該比那個回 - 龍蝦就這樣啦 - 哇 - 我感覺我們這一期 - 幾百多還吃不飽 - 而且我們三個女生 - 這麼都吃不飽 - 我氣飽了 - 我們這是為什麼啊 - 不是我覺得如果說 - 快起這家店已經是屏風最高了 - 我是勸你們 - Brockline跟 - 都不用試了吧 - 都不用試了吧 - 滿腦子都是 - 這180我拿去吃韓國餐也好 - 去吃天天上上 - 奧斯等的 - 任何一家 - 不香吧 - 它的每一顆抹手基本上都好小哦 - 它的龍蝦殼我按 - 按一起空的 - 這麼大一個殼 - 裡面只縮成的呀 - 我真的不敢相信 - 我沒有用力哦 - 好像被人搶劫了 - 但又不能說 - 終於是我們自願的被假寫 - 他們家有毒嗎 - 買的東西都是發育不良的 - 真不行 - 你看 - 終於看我們都是有肉的哦 - 每一個都是發育不良的樣子 - 它是我們期待的三週換來的結果 - 就這個還行 - 就是你看這雪蟹腿還行 - 你知道為什麼嗎 - 因為雪蟹一般我們外面買的也是冷凍啊 - 沒吃過新鮮的 - 就會沒有對比 - 但是龍蝦跟這種青口那種 - 我們都吃過新鮮的 - 生的也吃過 - 就有對比才有傷害啊 - 就是如果說它裡面 - 所有的彩鮮都是 - 肉質好味道好的話 - 我覺得20塊就是幾個 - 值的 - 因為現在物價也高嘛 - 對 - 但是問題是你這裡面 - 說實話 - 三十幾塊給我都不買 - 真的好無語的 - 這個我點多給個兩分吧 - 本來以為雪蟹已經是 - 最低的 - 沒想到 - 不知道為什麼要給兩個 - 因為它兩個 - 肉質加在一起是一隻的 - 一比一外 - 我們點的是一隻 - 一隻 - 它給了兩隻 - 三十二塊錢 - 它給了兩隻 - 但是這兩隻裡面的肉質 - 還沒有我平時點的一隻多 - 我就給它的一分 - 就這樣子 - 那我給兩分吧 - 是誰抽的來 - 是我 - 對 - 我給它兩分吧 - 謝謝你全家 - 你把我國手的名號給揮了 - 這這家店也是 - 只給個兩分吧 - 我覺得 - 除了頭彩會稍微好一點之外 - 以為其他的說實話 - 沒有一個會回歸 - 就包括這個龍蝦捲 - 我也不會回歸 - 這個Color我一開始吃的時候 - 我還覺得還不錯 - 還以為是好的開始 - 只是結果 - 只是越來越辣好的 - 還又結束了 - 還又結束了 - 就是你一家店 - 你做什麼都海鮮 - 你頭台好吃 - 是沒有用的啊 - 你主食得吸引人吧 - 一分 - 我給它兩分 - 沒有 - 沒有評語 - 就不要去 - 真的不要去 - 不要浪費錢好嗎 - 好像我現在的狀態就是我好餓 - 但是我真的不太會吃 - 這是我在美國吃過最不甜的玉米 - 平時我媽經常去買 - 還挺甜的 - 但這個完全沒有玉米的味道 - 我還是會吃點火鍋 - 不吃就感覺這個錢 - 好像是用去大海裡面 - 對 - 我的錢呢 - 你是賴我了 - 我點的是雙喜珍奶 - 好像是他們家的House Special - 還蠻甜心的 - 燕麥跟森竹那跟我一樣啊 - 因為他們就是主打他們的茶很香 - 我就其實還想做 - 還想做 -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小紅醋上面就是很多人 - 很多人就說有多難吃多喝 - 都難喝都難喝 - 我真的覺得還 - 其實我們上次去紐約的時候有喝過 - 也不說難喝 - 但是也沒有說很好喝 - 就一般 - 因為太多人吐槽他們家了 - 所以我們甚至做一個很中肯的評價一下 - 就還好 - 就沒有很難喝也沒有說非常的經驗 - 就沒有說難喝那麼誇張 - 有現在寫了 - 差評不知道是不是脫欸 - 就寫得特別誇張 - 沒有 - 有一些好評的也是多 - 對 - 因為也特別誇張好嗎 - 我是覺得你會喜歡燕麥的話 - 你就會喜歡 - 因為它這個配料就很特別 - 像我就很喜歡燕麥 - 以前在國內的時候 - 什麼樹液燒仙草啊 - 義和堂那些都是主打有燕麥的 - 我都是點有燕麥的喝口 - 我覺得台南街裡面的話 - 這個算是比較有特色的 - 有特色的 - 所以還是會推薦你們去嘗試啦 - 但是我不會說說一定要去嘗試 - 一定百分之百推薦 - 就是可以去嘗試 - 沒錯就是你喜歡的菜 - 現在這麼多人吐槽 - 我們還是去吃 - 因為我覺得是我們會愛喝的很清淡的口味 - 因為我應該也會給個6分吧 - 幾個 - 它在我這邊是幾個的奶茶店 - 我這杯我應該會給它個7.5 - 因為它真的還蠻不錯的 - 我現在是有會涉熟的那一杯 - 可是這兩杯東西很像 - 只是它的那個茶底 - 茶底跟我這個不一樣 - 都是燕麥跟珍珠的 - 就做配料 - 它好像是四季春的茶 - 有那個樹木香奶香 - 我覺得我也可以給個7.5 - 我覺得挺好吃的 - 我是適合到是燕麥的配料 - 其實我覺得挺新奇的 - 出來都不知道原來燕麥也可以這麼Q糖Q糖 - 對真的很Q糖 - 就有點像國內的一點點也是會加燕麥 - 它裡面也是說是 - 也是這種口感一模一樣的口感 - 就是燕麥的 - 如果你比較喜歡喝國內的樹木超鮮嫂 - 或是一點點這種類型的奶茶 - 可以加燕麥之類的 - 你就可以去嘗試這家吃吃 - 我覺得還蠻像 - 哇,好棒 - 薯條吃完了終於有一點點薄膩 - 來了寶貝們 - 加油 - 記錄更新的時刻 - 燙เด遙 - 兩邊熱麥創的 - 裙燕麥 - 怎麼 Noch - 你臉好紅 - 怎麼這麼燙啊 - 她快被氣死了 - 氣死老娘了 - 麻煩後期給我劈了一個火鍋 - 中山 maid還是5設定 кадogo - 這麼難吃好吃 - 已經不克服 - kittens - 這畢竟是燒辣吧 - 對呀 它有什麼湯麵嗎? 好像有 你知道它的湯麵嗎? 大腸 燒鴨 蔥牛雞 記得點讚 靈雲 給大家關注哦 拜拜 知道為什麼我們結束的這麼倉促嗎? 期待一下小燕姐嗎? 記得點讚 你太瘋了個毛 這不就一幫神經病嗎? 你差點發現嗎? 給你 這樣嗎? 哈哈哈哈 走開的 走